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 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大宋朋友圈》 这是一部用人际关系 打开宋朝社会的通俗历史 也是我用人工智能 做历史研究的初步尝试 这个写作过程 我会在今天解读的最后跟你展开聊聊 如今宋朝很火 大家对宋朝的好感度飙升 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 宋朝读书人地位高 宋朝老百姓的小日子很风雅 插话挂话,焚香点茶 这些说法不仅在网络媒体上盛传 而且被很多学者写进书里 但是《大宋朋友圈》 这本书用大量血淋淋的史实证明 宋朝皇帝未必有过不杀大臣 或者不杀士大夫的祖训 即使有这条祖训 也从来没有被认真实施过 从北宋到南宋 既不乏被皇帝赐死的大臣 也不乏被朝廷砍头 甚至凌迟的士大夫 宋朝老百姓的生活 也没有那么轻松和风雅 跟其他朝代一样 饥荒年月照样恶嫖遍地 风调雨顺的年月 也照样有人卖儿卖女 另外,宋朝的阶层固化非常明显 平民子弟的上升渠道并不通常 为了抢到有限的科举录取指标 广大学子要么拼成绩 要么拼关系 要么既拼成绩又拼关系 整个社会被科举考试 这台巨型机器压得严重内卷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能用八个字概括 哪八个字呢? 阶层固化 科举内卷 今天我们单独拎出后四个字 谈谈宋朝的科举考试 有多么内卷 为什么内卷 以及怎样做到有效内卷 先让我们回到公元1056年 从苏东坡进京赶考说起 宋朝科举的内卷本书 序言里讲到 1056年 青年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哲 从梅山老家赶到京城开封 在一座寺庙开办的浴池里 住了两个月 准备参加那年农历八月份 举行的开封府解释 宋朝科举考试分为三级 解释 醒试 电试 其中解释是地方考试 由支州 支府 转运时等地方官主持 考中了就是举人 说到这儿我要补充一句 明清科举有秀才 而宋朝科举里并没有秀才 普通考生参加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就是解释 通过解释就是举人 换句话说 1056年苏东坡准备参加的那场开封府解释 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场科举考试 苏东坡是四川梅州人 按照当时的科举制度 他应该在梅州老家参加解释 等考中举人以后 才有资格到开封参加省市和电市 然而苏东坡没有遵守这项规定 一开始就去开封参加解释 试图考取开封府的举人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开封是北宋首都 朝廷留给首都的录取指标非常多 苏东坡到开封考举人会特别占便宜 宋朝管举人录取指标叫解额 除了开封 每个州府的解额只有十几个或几十个 而开封府的解额却多达几百个 也就是说 同样是举行解释 其他州府最多只能录取几十个举人 开封府却能录取几百个举人 正因为开封有这么多录取指标 所以在开封参加解释的竞争压力就比较小 所以苏东坡才跑到开封参加解释 这就是宋朝的高考移民 苏东坡做官以后 有个好朋友叫苏宋 就是主持发明自动计时兼天文观测一汽水运一项台的那个苏宋 苏宋说 天下周郡举子 记忆本处人多 解额少 往往竞赋京师 旅求护冠 天下各州府的考生 因为他们老家考生多而指标少 往往争相感到开封 冒充开封籍贯 由此可见 像苏东坡一样玩高考移民的宋朝考生不在少数 怎么冒充开封籍贯呢 两种方法 一是在开封买房 二是在开封买坟 买房容易理解 买坟则是给开封成交的农民塞一笔钱 让他们帮忙作弊 用他们的祖坟冒充自己家的祖坟 当时户口管理的技术水平比今天落后 官方档案未必查得到每个人的户口 如果有祖坟在开封 那也算是户口在开封的一种凭证 然后就可以抢到在开封考举人的机会 苏东坡在开封考举人的机会是怎么得来的呢 现存文献没有明确记载 我们只知道 苏东坡的父亲苏巡 生前在开封内城西门宜丘门内买过一所房子 但不知道购买的具体时间 如果那所房子是苏东坡考举人以前买的 那么他通过买房来获得考试机会的可能性很大 跟其他地方相比 北宋开封房价极高 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包括范仲淹 欧阳修在内的许多官员 在开封做官时都不得不长期租房 所以 全国大多数考生都不具备高考移民的经济条件 只能老老实实在老家报考 跟家乡其他考生一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宋朝各地解释的淘汰率极高 以福州为例 公元1090年 有3000名考生参加解释 那一年的录取指标只有40个 平均每75个考生竞争一个举人名额 到了南宋的1207年 福州又有18000个考生参加解释 而录取指标只有54个 平均每333个考生竞争一个举人名额 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在宋朝绝对不是艺术夸张 而是实实在在的激烈竞争 因为竞争激烈 所以各地考生必须拼命苦读 只有在考试成绩上 敖绝大多数人 才有可能金榜提名 假如这次考不中 那就下次再战 下次不中则继续备考 一直考到头发花白 大宋朋友圈举了一个典型立正 著名词人刘勇 他的科举道路就很不顺利 一直考到50 岁都没有中进士 直到51 岁那年再次进考场 由于宋仁宗扩大了录取规模 他才得以跳过龙门 除了普通的科举考试 宋朝还有一种 专门让少年儿童参加的神童科考试 平民子弟如果能考中神童科 照样有机会作官 比如说著名此人艳书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作者 就是凭借神童科考试的好成绩 提前作官 未成年就得以进东宫 陪太子读书 不到 三十岁就代替皇帝起草圣旨 在艳书的成功案例影响下 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 强迫四五岁的孩子 提前读书 从学龄前就开始内卷 大宋朋友圈第三章有一节写到 江西民间的风气 老百姓把孩子和书本一块放到竹篮里 高高掉到树上去 这样孩子就不能到处玩耍了 只能乖乖地缩在篮子里读书 读书当然是好事 但是像这样完全不顾教育规律 强迫孩子苦读 就算最后通过了考试 身心健康也必然受损 未必能给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以艳书的弟弟艳影为例 他先是走艳书的老路 去考神童科 考到成年一直不中 然后又去考进士 终于考中了 却因为过度兴奋而猝死 比如连外史中的犯境重举还要悲惨 如果给内卷下个定义的话 那就是一群人竞争同一块资源 每个人都得付出过度的代价 而资源的总量不仅没有增加 社会的整体福利还有所下降 套用这个定义 再回顾刚才说的那些案例 苏东坡千里迢迢到开封完高考移民也好 刘勇从青年时期考到50岁也好 江系老百姓把孩子调到篮子里也好 艳书的弟弟艳影因为考中而猝死也好 都是在付出过度的代价 这些代价都不会换来社会福利的提升 所以统统都是典型的内卷 经常有人说现代中国教育内卷 现在你肯定知道 这种内卷早在宋朝就已经出现 并且其内卷程度甚至更胜于今天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宋朝科举为什么内卷 一般来说 一个社会之所以内卷 是因为太多人争抢同一块资源 宋朝科举就是这个样子 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大宋朋友圈这本书以讲故事为主 没有给出宋朝科举的总人数 好在后人整理的官方档案会边 宋会要集稿里有一些数据 比如宋哲宗在位时 全国各州府共有十几万人参加解释 解额只有几千人 到了南宋后期参加解释的考生人数一度暴增到 四十万 解额仍旧只有几千人 你可能觉得四十万考生并不算多 可是跟当时的人口比一比就很吓人了 北宋集圣时期人口过亿 南宋因为江土锐减 集圣时期才六千万人 全国六千万人口 其中四十万参加解释 平均每一百五十 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考举人 不夸张地说 这个比例几乎已经赶上了现代高考 现在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在千万左右 也是平均每一百 多个国民当中就有一个人在争抢大学录取指标 现在高考人数多 但大学录取人数也多 宋朝呢 前面说过 全国解额只有几千 也就是每一届解释 只能选拔出几千个举人 录取率远远低于高考 更要命的是 按照宋朝制度 举人仍旧是老百姓 不能免除赋税 通常也不能做官 运气最好的时候 只能被派到边境地区做社官 属于非正式的代理职位 为了取得真正的做官资格 考生们中了举人 还要再考近视 宋朝近视的录取比例有多高呢 大宋朋友圈第三章第一节引用北宋大臣上官军的统计 十数万之中 而取其三二百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北宋时期全国十几万考生参加解释 其中几千人成为举人 这几千举人再考近视 最终能考中近视的只有两三百人 考生太多 录取率太低 这是宋朝科举内卷的第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 还有第二个原因 宋朝的考试制度对平民子弟并不公平 你可能会奇怪 宋朝科举有多项创新 又是搞胡民 又是搞藤禄 又是搞富士 又是将皇帝亲自主持的电视制度化 而且允许商人和奴仆参加科举 这难道不是为平民提供了最公平的上升渠道吗 对 跟此前的隋唐和五代十国相比 宋朝科举已经很公平了 但不公平的因素仍然存在 其中最明显的不公平 就是让在职官员为考生提供担保 大宋朋友圈序言中提到 南宋时期专门为北方难民举行的科举考试 刘玉士 每个参加刘玉士的考生 必须找到两名以上在职官员做担保 否则不许入场 本书第三章还提到宋朝的选官考试诠释 每个参加全市的考生 也必须有两名以上在职官员做担保 事实上 就算做了官以后 中下层官员要想升官 往往也要考试 此时必须请级别更高的在职官员做担保 如果拿不到足够数量的担保书 就只能在底层熬着 宋朝为什么要出台这么变态的规定呢 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要知道 当时可没有摄像头和大数据 一个考生是不是高考移民 是不是冒名顶替 是不是行期未满的逃犯 考官很难分辨出来 而如果让在职官员担保 提供担保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 大概率会仔细甄别 确保拿到担保的考生身家清白 确保参加升官考试的官员没有污点 但这种规定肯定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副作用 那就是对平民子弟的不公平 你想啊 平民子弟组上18代没当过官 让他们去找在职官员做担保 怎么比得上世代做官的官宦子弟呢 平民子弟能读书的机会本来就少 担保政策再一出台 他们进入考场的机会就更少了 所以平民子弟会更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考试机会 在读书被考的漫漫长路上会更加内卷 为了参加和通过科举考试 一些平民子弟不得不在两个方面内卷 一方面是使劲拼成绩 另一方面是使劲攒人脉 怎么攒人脉呢 一些宋朝平民会像圣唐诗人那样卖油 像有机会接触到的官员显示 现文章 用自己的才华和精心设计的马屁博取官员欢心 进而得到担保和举荐 苏东坡的父亲苏巡1056年 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赶考路上 就是这么做的 有些闲钱的平民则可以拿出真金白银结交名师 名儒和各地相换 进而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官场关系 美国汉学家百文利在权力关系 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艺术中提到一个案例 说的是 浙江金华富户将成多年来一直用金钱结交四方之闲者 最终是十几个孙子考中近视 百文利这本书在得到电子书有上架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细读 现在可以小结一下 宋朝科举为什么内卷呢 两个原因 一 参加科举的人数太多 录取指标太少 二 宋朝科举的担保制度进一步压缩了广大平民子弟的上升空间 怎样有效内卷 既然平民子弟的上升空间被压缩 那么宋朝皇帝干嘛不照顾一下平民子弟呢 其实宋朝皇帝早就这么做了 只是效果不如预期 宋朝科举里有一种别头式 又叫索听式 是给在职官员和高官子弟准备的考试 考场是独立的 考卷也单独修改 但考题跟普通考生一样 等考试成绩出来 假如某个高官子弟的成绩 跟另一个普通考生处于同一等级 那么朝廷会优先录取普通考生 为的就是给平民子弟提供更多的机会 实际效果如何呢 宋史学家 龚延明教授等人著有宋代登科技考 收录了两宋三百多年录取的 几乎全部进士名单 有五百七十 各进士的家庭背景明确可查 其中 两百六十三 个人出身于官宦之家 几乎占了一半 再看大宋朋友圈里写到的那些历史名人 如范仲淹 欧阳修 司马光 王安石 曾拱 黄亭坚 秦少游 沈阔 包拯等等 他们的父亲或祖父也都是官员 没错 范仲淹自有丧父 但他的继父朱文汉是官员 欧阳修也自有丧父 但他从小投奔了做官的叔父欧阳叶 本书中宋朝明家很多 仔细查一查出身 竟然大多是官宦世家 真正从平民家庭杀出一条血路的 只有燕书 苏东坡 文天祥 以及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飞等寥寥几人 本书还给出一组宋朝官员的出身数据 宋朝平均每年有三百六十 个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 与此同时 还有五百各科举落榜 或者根本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官宦子弟 通过恩音走上试图 由此可见 虽然宋朝非常重视科举选官 虽然宋朝的科举考试相对成熟 虽然宋朝皇帝刻意打压官换子弟 但平民子弟在考场上和官场上的机会仍旧不多 假如你我生活在宋朝 假如你我就是宋朝的平民子弟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脱颖而出呢 战争时期或许可以舍命杀敌 凭借军功谋取功名 北宋名将狄青 南宋名将岳飞 走的都是这条道路 但这条路的风险很高 而且宋朝众文清武 大部分时期又都是和平年月 立军功的机会很少 宋朝普通人要想跨越阶层 首选只能是科举道路 科举竞争很激烈 但有一部分平民子弟总是能找到办法绕过科举 靠举荐得到官职 大宋朋友圈第四章有苏东坡的父亲苏巡 绕过科举的故事 苏巡一辈子没能考中进士 他在苏东坡考中进士以后 多次给文彦博 张芳平 韩维 欧阳修等高官线文章 最终得到欧阳修的举荐 当上了一个九品小官 本书第二章还有著名书法家米芙绕过科举的故事 米芙也没能考中进士 因为母亲侍奉过太后 所以走进了官场 却长期被同僚和上司嘲笑 长期得不到升迁 后来米芙假装疯癫 假装有洁癖 让同僚和上司转移视线 让官场忽视他的出身 让宰相们通过注意他的个性而注意他的才华 终于走上一条破格升迁的捷径 无论是拼科举 还是绕过科举 目的都是左官 可是官场上的资源就那么一点点 内卷总是不可避免 要想摆脱内卷 根本上还是要改变目标 把左官这个目标换成另外一些 同样能养家糊口的目标 书里第二章有一篇 《一个算命先生的官场人脉》 主人公是北宋中叶的著名哲学家少庸 此人出身平民 早年也曾备战科举 但他在科举失利和长期游历之后突然醒悟 从拼命内卷的考生变成了心平契合的影视 邵雍这个影视并不像当时别的影视那样招摇撞片 他知识渊博 性格甜淡 在洛阳开私塾 不教科举考试 只讲文化知识 渐渐生命确起 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邵雍已经成为洛阳最有名的平民学者 很多在职官员和现任的大佬都成了他的门生 他没有俸禄 收入也不算高 但是凭着学费收入和官员门生的资助 足以维持简朴但安乐的生活 邵雍的学问很杂 既研究周易 也研究怎样用周易算命 还发明了一套简易的占卜树梅花神术 至今对占卜爱好者仍有影响 用咱们今天的观点看 把学术经历放在算命上是不值得提倡的 但是邵雍敢于放弃绝大多数人追逐的科举目标 这一点却值得我们借鉴 千万不要误会 我绝对不是在劝现在的高中生放弃高考 绝对不是在劝现在的本科生放弃考研 也不是在劝那些正在备战公务员考试的朋友放弃 我想说的意思是 这个社会有多种资源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可以有多个目标 没必要跟着其他人在同一条路拥挤前行 可以思考一下哪条道路对自己更合适 事实上 即使像邵雍那样放弃科举 也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不内卷了 每个领域的优质资源都很紧缺 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竞争 内卷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能选择的不是躺平 而是尽量选择一条有效内卷的道路 什么是有效内卷呢 本书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书中的苏东坡、李清照等宋朝明人 也没有给我们提供可以直接复制的方法 目前我的个人体会是 医药找准定位 选择更容易达成的目标 用更科学的方法去竞争 尽量不付出过度的代价 以大宋朋友圈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为例 身为野生的历史研究者 我在学术上绝对不占优势 但我做过程序员 有一点编程技能 所以就根据需要编写了一些Python脚本 让计算机程序帮我搜集文献 分析文献 这本书里的所有人物关系图 都是我用一段程序代码生成的 另外 如今网上还有非常实用的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帮忙 我还把多年来积累的读书笔记投位给 ChatGPT 投位给科大讯飞的星火大模型 让人工智能自动生成文档摘要 这样不仅能提高研究效率 而且还能发现一些肉眼容易忽略的社会网络 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有效内卷 说到这儿 这本大宋朋友圈的精华部分解读就接近尾声了 现在来回顾一下要点 在第一部分 我们描述了宋朝科举有多么内卷 在第二部分 我们分析了宋朝科举内卷的两大成因 一是考生太多而录取太少 二是宋朝科举的制度设计 进一步压缩了平民子弟的上升空间 在第三部分 我们用苏巡和米符绕过科举 用著名哲学家少庸切换人生目标等案例 探讨了有效内卷的可能路径 需要补充的是 大宋朋友圈这本书正在分析社会网络 除了用科举网络讲内卷 还写到宋朝的宫廷网络 官场网络 师生网络和婚嫁网络 从一张张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来重看宋朝 其实也有助于了解当下 让我们在当前时代活得更通透一些 宋朝的科技和制度离我们很遥远 但人性很久不变 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很久不变 本书再得到电子书也有上架 你可以参照阅读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 小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